9月21号至23号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一行访乡 22号上午西哈莫尼一行专程来到韶山 向毛泽东同志同向敬献花篮 表达对中国伟大领袖的缅怀和崇敬之情 随后西哈莫尼一行瞻仰了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和故居 深入了解毛泽东同志伟大的一生 在瞻仰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时 西哈莫尼在1965年10月1日 西哈努克太皇莫尼列太后 与毛泽东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流影前驻足 走近西哈努克太皇送给毛泽东的公文包仔细端详 他高兴地说 很荣幸看到这些照片和文物 我觉得非常有纪念意义 参观后西哈莫尼深情提词 我仅向深受我们爱戴的毛泽东主席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他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代伟人 他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 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和柬埔寨的友谊 特别是在危难时刻帮助了我的父亲西哈努克太皇 对柬埔寨人民无私地伸出援手 我们怀着对毛泽东主席的无尽怀念之情 希望中国发展取得更大成绩 22号下午西哈莫尼来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测源地 湖南大学岳路书院考察 讲解员动情讲述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调研时的情景 西哈莫尼认真倾听驻足凝望 走进书院西哈莫尼在讲堂停留 望着沿上的实事求是匾额久久思索 他说新时期习近平主席为简中两国有意开启了新篇章 两国各领域包括文化教育领域交流得到加强 非常赞赏湖南大学岳路书院历来秉持的实事求是精神 和在培养学生品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教育理念 希望湖南大学岳路书院与柬埔寨教育机构加强合作 为助推简中文化教育合作 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3号上午西哈莫尼参观了湖南博物院 饶有兴致地参观一件件古老文物 一个个数字化场景 了解湖湖文明进程 领略湖湖文化奥秘 他说柬埔寨与中国同样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 希望与中国特别是湖南在文物保护与利用 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加强交流 助力增进两国有益 在乡期间西哈莫尼一行还访问了开服寺 并会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圣徽大和尚 随同考察的有柬埔寨驻华大使凯西索达 王公事务总管大臣郭索帕 外交部大使王福康 省领导朱国贤 吴贵英 王一欧陪同考察 急健康